好的,我们今天遇到了一个盘 这个是细节的 细节的我们换完刺头后 一直在蹦这个 估计这个有时候能蹦一个多小时 我们现在已经蹦了一个半个小时了 一直蹦,一直蹦 我们看前面 好多好多蹦蹦蹦蹦蹦 好长好长 我们只能耐心等待 见到这个 到近了T级 我们在那操作 好的,蹦蹦,我们要看一下G表和P表 肯定G表和P表里面有很多东西 因为这个盘摔过之后多次上电 所以导致这种故障 刺头是好的 因为刺头不好的话 就直接到不了这一步了 我们刚换完刺头 我们耐心等一会儿 我们暂停一下 好的,我们到这以后看到T3 然后加个V4 V4看一下G表 看这G表里面有很多东西 我们有东西比起的轻 我们给他一个命令 I4 2.22 这是G表 在I5.00.00.22 轻一下 我们最后做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是干嘛的 这个是重建翻译器 我们上面有重建翻译器 啥翻译器 重建完了后 我们回到我们的正常模式 看一下 因为重建翻译器过程 也时间很比较长 有的可能几分钟 也有可能半小时 两三个小时都有可能 因为根据盘片的情况 所以我们还得暂停 不暂停段时间太久 我们重建翻译器完了 到了这个这一步 然后我们进入正常模式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认盘 我还是蹦 我们不管它 我们返回一下 好了认盘了 看见了吗 我们阻止任务里面ID 然后 现在认盘了是好事啊 但是估计这个盘没有那么顺 因为所以说我们换完刺头后 也要做很多工作 才能让这个盘 能正常的把数据提出来 不是换个刺头 立刻就把数据提出来 所以说很多粉丝呢 自己在家换刺头 你想想我们就这么难 你自己家换不太科学 我们必须的想办法编辑一下 那啥 你看里边还有很多表 要要要要处理的 待会儿不要轻一下 非常重 我们还是想办法进去提起啊 不然的话我们做不了 任何工作做不了 翻译器证明我们建的成功了 为啥 就已经认认硬盘了 如果翻译器不成功的话 这个硬盘是不认的 我们还是暂停 因为这个时间也很长 通过修了半天 还是有错误 而且写边记ID写边去 我们还是修 因为这个盘换得比较严重啊 我们耐心等一下 所以这个盘问题还挺多 那我们还接着修吧 我们再看一下 记表有没有东西 如果还有还得清 看了吗 又一堆出来了 那我们还得清 非常多 F4 豆1 豆22 我们再看一下 现在清零清空了 我们看一下V40 有没有表 如果V40有问题 我们也不能去操作 V40现在也有 也挺多的 所以这个盘坏得非常严重 i5 豆1 豆2 我们清完它 然后再给它重建一个翻译器 我们清一下Smart表吧 有可能Smart表出问题 它也会这样 我们清一下Smart 看能不能清了 好了 清除成功 我们再重建翻译器 重建完了 我们再看一下V40和V40 我们内心等一下 这个盘可能要 所以说长上十分钟 长下十年功 这个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我们暂停一下 我们暂停一下 我们刚才修了半天 还是有很多错误 我们还接着修 再重建翻译器 试试一下 这时间过程很慢 我们耐心等待啊 好了 翻译器建完了 建完了 我们再看一下V40是不是依然还有表 是大写的V啊 是大写的V啊 V4 我们看一下 V4没有 我们看V40 V40还是有表的 那我们再清一下 I5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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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两个都给它清一下 我们查一下微磁灵 如果它一直有表的话 这个可能影响我们数据 哦,它依然有表 因为这新款吧 新款吧,有些命令可能它不执行 像这种怎么办 我们先回到正常状态下 看能不能访问上去 我感觉是够呛的 因为一访问上去可能长盲 我们看一下 看了吗 长盲了 现在不认盘了 哦,不LED 不LED 这个盘片也有问题了 就是盘片的问题导致的 我们再加电,上电 再进T机 因为它这个V406有表 这个进T机非常麻烦 因为它时间很长 它把以前那些错误的表都要加载进来 我们真的耐心等待 有时候半个小时 好了,这个又等了一段时间啊 我们再重建一下翻译器 我们再重建一下翻译器 我们再正常模式下重建翻译器 看能不能 能不能过啊 如果实在不行 我们只能回写了 我们再正常模式下重建翻译器 看能不能过 然后这个灯啊又长忙了 就怕一长忙 然后它爆LED 我们耐心等待啊 就是SATA模式下重建翻译器啊 如果还不行 我们只能回写2835 这个过程我们再 好的,我们重建完了 我们看一下啊 但是像这种情况 有可能前跑后换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 好了,扇区可以访问了 我们看最后一个扇区 如果最后一个扇区 不能访问 我们怕有坏档啊 像这种 我们清理完了后 它会出现了这个前好后换 这个问题我们就好简单了 因为我们提前做好了 这个备份啊 我们把28模块重新写回去 看能不能把这个前好后换 处理掉 因为这个盘呢 问题确实挺多的啊 我们写落 我们看一下这个415 415这个 刚才董哥给他做了个备份 幸亏备份好了 不然的话我们 要不拿他束手无策了 我们写位0就可以了 看一下 写好了 我们再断电 再上电 看能不能把钱好或坏解决啊 因为这个事关重要 不然的话我们的数据不完整 好的,我们再往后访问 OK 我们最后一个扇区可以访问了啊 证明我们强好后换也解决了 那我们 可以做镜像吧 这个盘太麻烦了 我们先建 位图 刺头的位图啊 刚才建了一半是不对的 看刚才我们访问两个扇区 全都是红的 无法访问 好了,本视频到这儿 感谢大家观看 再见 这个视频有点长了啊 好的,再见 拜拜